大家好,我是Sophia,艾薇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Sophia,今天吃什么? 今天做了一道炸酱 要做炸酱面 那记得帮我订阅,按赞,留言,跟你分享哦 好,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哈喽,小伙伴们,你们吃过饭了吗? 今天要来做炸酱面 那用到的是豆腐干 两片,然后跟一些绞肉 然后用到黄豆酱 买了离井鸡黄豆酱 然后姜粉,两颗蒜 然后酱油,生抽 跟砂糖跟鸡粉 还有虾拉油 然后家里有小黄瓜的话 可以切成丝这好 那不然就用利豆芽一心 好,我们来看怎么做 好,那我们现在来把豆腐干切成丁 这个薄度一切二就行 不做多啊 不做多每次都吃过完 最后就扔了 所以很可惜 做两人分就行了 好,我们豆干已经切好丁了 然后也准备了 然后也准备了 一小碗的绞肉都捞出来了 分出来了 然后,嗯,这样 这也是一颗蒜头 另外一颗蒜 等一下吃的时候摆碗里 然后这个是一根葱 然后我们来热锅子 来油 我们先炒一下豆干 它是一根葱 它是一根葱 放一点点葱 加点酱油 这样子对吧,填出来 火锅填出来 放油 葱跟蒜都放下去 稍微炒一下,绞肉就倒进去 绞肉不要太瘦 稍微肥一点 有点肥肉才行 炒开 白点米酒 摆酱油 这里已经差不多了 快没血色了 我们就把豆干摆进去 稍微拌一下 这时候我们中间给它挖个洞 然后把这个黄豆酱呢 我们舀两勺大勺或是小勺 三勺或四勺进去 这个酱里面就是有黄豆在里面 先放两勺拌进去吧 看看怎么样 把它拌开来 把它拌开来 然后放点水 接点水 差不多半杯的水 这颜色不行 所以我们要加点凿色酱油 所以我们要加点凿色酱油 是火开的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小火 加点砂糖 放一勺半砂糖 放一勺半砂糖 然后放点鸡粉 鸡精 拿个盖子给它盖一下 然后稍微煮一下 这样味道可以煮进去 把它焖一下 撒点姜粉进来 再多摆一点水 感觉水不够 把火开大来 让它煮滚一下 让它煮滚再改小火 炉子上在小火炖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来把 玉豆芽给 也洗一下 参洗一下 洗一下 等一下给它做参烫的动作 好 好 我们这个水开了 我们就把这个玉豆芽倒下去 烫一下 我切了一颗蒜头 然后一人一碗的话 就各拌粒蒜 蒜末 这个可以等一下吃面的话 就特别提味 所以一定要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没有了 这个蒜头就 差很多 好 这个炸酱也都做好了 已经煮了十分钟 我把它添起来 这个蒜头芽直接捞到冷水里面 过冷水 我们再把这个蒜头芽再过一次冷水 或冷水呢 它才会脆 水开了 我们来煮面 我用的是这个山东 手拉面 山东拉面 干面 今天就没有自己手擀面了 用现成的机器面 我发现有些机器面呢 它不是能 生水的时候放下去煮 所以 尤其是细面的时候 所以我这个我不想要take chance 要不然的话 有时候买到那种面 细面呢 就冷水下去煮的话 最后就变成 睡不垃圾的 就很惨 这个煮个差不多 三五分钟 机器面煮的比较久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面怎么样 我把火毙了 里面还有白的 把火再开开再煮一下 把它掐一半 然后这个面条中间没有白色的就行了 好了 这下可以灌了 把面捞起来 至少 切开 不熟 不熟 好 好 哦 就炸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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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後這個利豆芽再擺上去 希望你們喜歡啦 好啦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炸醬麵 希望大家能試試看啊 非常好吃的別忘了放那個蒜末在碗裡面啊 那個可以提味的 那今天就到這裡 大家別忘了幫我點個讚 然後我們明天見拜拜